都说自信的女人最美丽也最有魅力 所以现在很多女人也是慢慢的在做一个自信的人 而且我们也发现当一个人自信了之后 真的感觉就像发光一样 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气质都不一样了 当然自信是要建立在自己有真本事真能力 以及自己的条件非常好的前提下 而不是盲目的自信看不清自己 早前在一个电视节目上就有一个女人非常自信 她在节目上自称冒比西施貂蝉 甚至比西施貂蝉还要美丽 但是事实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大家好这里是明星观察员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自信女人征婚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叫唐志平 其实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但就是因为她的这一个言论她竟然火了 她的言论堪比当年的凤姐 甚至可以用雷人和奇葩去评价 凤姐当年也是自取自己是非常优秀的女性 有美貌有才华更是非常有能力 当时也是靠着在电视台这种疯狂的言论 以及自己征婚的条件走红了 唐志平有男朋友却上电视台征婚 当时这个节目播出之后 大家也是发现 原来这个女人是看不上自己现在的男朋友了 当时两人是在一档情感节目中 在现场女人嗓门很高 脾气很大 面对自己的男友是既看不上又批评 觉得自己跟她在一起 真的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当时主持人也是问她 既然觉得自己的男友配不上她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男人能够配上你呢 当时她就说 要找一位有钱的富豪 又要有能力 又要孝顺 最主要的就是对自己要好 主持人又问 那什么是对自己好呢 她回答说 最好是每天能给自己20万零花钱 也就是说 当自己张嘴要零花钱的时候 她会毫不犹豫的就给自己 有钱人必须是值百万千万富翁 当时这个条件一说出 让在场的观众和主持人都不禁笑了笑 这个女人到底是有什么资本和什么条件 能够口出狂言呢 其实如果大家看到她的照片 我想是应该非常失望的 因为她连一个普通人的长相都比不过 但是一个女人竟然拥有这么强大的自信 真的不知道她是一种作秀的手段 还是骨子里透出的是自卑 唐女士非常自信的回答说 我当然有这个条件 我冒比西施貂蝉 有才华又有文化 我是学表演系的 我会唱歌和跳舞 我还心地善良 唐女士的这句自我评价 雷人又奇葩 她的脸可以和西施貂蝉相提并论吗 对比的结果不言而喻 她的条件显然配不上富翁 她开口就要20万 也是更不可能的事情 她还扬言自己会变成最红的明星 当时她的这一个想法说出之后 现场的观众也是哄堂大笑 她凭什么能够成为最红的明星 就是凭着自己胡言乱语 盲目的自信就能成为明星吗 难道她真的觉得 效仿凤姐的路 就能够像凤姐当年一样 红一阵吗 李先生是唐女士的男朋友 据李先生所说 她在饭店工作 而女友唐女士负责推销酒水 二人的感情非常好 很少会吵架 她无法理解女友为什么突然离她而去 还公然争婚 李先生认为 两个人没有分手 唐女士居然背着她去相亲 而唐女士却说 两个人早已分手 甚至说自己从来没有爱过她 唐女士认为 两个人不合适 而且李先生还和她动过手 她的身上有好几处都是留下的伤痕 李先生说 都怪唐女士用话刺激她 比如说她没有能力 还总是跟她提钱的事情 再加上一直介意她公开征婚 她在一次喝酒后 就忍不住动了手 不过事后 李先生非常后悔 向她道歉并写了保证书 唐女士说 买一套房子要花一百多万 再加上平时的开销等 她得找一个百万富翁 或者千万富翁 才可以过上她想要的生活 而李先生也毫不客气的怼道 有什么需求 就你长那样 李先生说唐女士公开征婚时 认识了一个老男人 从那以后就变得特别外勤 尽管如此 李先生依然爱着她 他说唐女士曾经是一个 善良善解人意的姑娘 唐女士说 她曾经对李先生提过好几次分手 但是她不同意 所以她认为 自己去公开相亲 也是光明正大的事情 李先生没有必要知道 李先生劝唐女士清醒点 我问你 有钱人能给你感情吗 她是真的对你好吗 那都是在玩你 但是唐女士根本听不进去 李先生认为 唐女士为了钱不择手段 甚至会和好多男人 有不正当的关系 但是被唐女士否认了 唐女士做过很多工作 比如卖水果 摆地摊 还做过酒水推销员 后来 她偶然参加了当地栏目剧的拍摄 演戏才是她真正喜欢的工作 于是 她就开始了演员之路 在主持人的建议下 唐女士开始急性表演 她的表演给人一种很浮夸的感觉 而唐女士只是一个寂寂无名的演员 有时候甚至接不到戏 唐女士还是一个未婚妈妈 李先生一直被蒙在鼓里 她嫌弃李先生没办法给她好的物质条件 但是她依然不死心抱着一束花 拿着戒指对她单膝下跪求婚 谁知 这束花却被唐女士直接扔了 李先生的求婚被拒绝 她生气了 粗暴地拉着唐女士的手腕就往台下走 幸好被主持人拦住了 其实 唐女士突然变得拜金 并非毫无缘由 几年前 唐女士和男友同居时意外怀孕 怀孕五个月后才发现身孕 她就只好把孩子生下来 由于前男友没有文化 也很穷 所以没办法养孩子 唐女士不但要抚养孩子 还要养母亲和妹妹非常辛苦 唐女士的老家在四川 他们在昆明生活 如今孩子到了该上幼儿园的年龄 但是当地的幼儿园 却不愿意收她的孩子 因为该幼儿园只收本地的孩子 唐女士买不起昆明的房子 所以她想找一个有钱的老公 才能帮她实现买房落户的愿望 只有这样孩子才能进这所学校 唐女士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 她从小是被爷爷奶奶带大的 所以对于她来说在亲情上是缺失的 父亲从来不关心唐 每次都只会给她钱 虽然李先生对唐女士一片真心 很难得 但是她的行为很极端 甚至会对唐女士动手 所以唐女士想要分手 也是情理之中的 由于父母的离异 对唐女士造成的影响 再加上她的孩子 无法进她心目中理想的学校 才让她的想法变得极端 所以才会有想要嫁富翁的念头 可是显然这个愿望是很难实现的 也不说唐女士的颜值很一般 而且她将近30岁了 富翁既然有资本挑选对象 为什么不找年轻漂亮的姑娘 唐女士要好好反省一下 她对于自己的外表和各方面的条件 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才会认为只有富翁才能配得上她 唐女士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 想走和有钱人结婚这条捷径来改变命运 显然是走不通的 与其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这种不切实际的事情上 还不如找一份工资高点的工作 更实在 苏晨在女人越独立 活得越高级艺书中说过 其实男人能给你的东西 都是不能长久的 爱情 温柔 体贴 一切都有疲倦 疏忽 保质期到期的时候 唯有自己内心生长出来的快乐 才是一辈子的 好好疼自己 不期待也就不会失望 不纠缠也就不会受伤 当你不吃馋 不衣服 不跟自己较劲 女人嫁给谁都一样 其实一个人自信没有错 但是看不清自己 这种盲目的自信 居然觉得非常难堪了 可能她当时的想法也是觉得 自己怎么会找这样一个女人 只能说 人无论何时 一定要看清自己 其实外貌并不是评价 一个女人真正素质的条件 但是从她的言行谈吐 甚至从她自己 对自己的评价 就能看出 她不是一个客观理智的女人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如何看待唐志平的盲目自信呢 欢迎评论去告诉我